這是早上九點 新任國際機場的國際出發廳 冷冷靜靜沒有人 河南的經濟還是不行啊 你們可能不知道現在實體經濟有多差 現在是周六的下午 上海市中心湖冰路新篇地 新篇地的一個二樓的 兒童遊樂場 大家給你看 一個人的每一天都快 上海里面也是人很少 非常可怕 今年的年初我被辭掉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覺得真的還挺可惜的 其實現在出去找一份工作也挺好找的 就是要花一些時間 我覺得可惜的是因為我在公司還挺 算挺努力的 而且公司的各項的這個福利方面啊 還有一些技巧方面啊 也並不算很嚴格 所以也沒有說要去辭掉這份工作 去找一份新工作 但是現在確實經濟環境不是非常好 所以有很多人進入到了這批裁員名單 像我們公司這一次差不多裁了三十多個人 真的還是非常多的 而且每個部門算下來的話 有三四個人 其實這筆裁員名單裡面的這些人吧 就像我吧 其實平常工作對領導還有各方面來說 還是挺認可我的工作的 而且各方面也沒有太多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人太多了 人太多的時候 他就會把底下的一些員工 或者不要的這個業務全部砍掉 砍掉的話就導致很多人是過剩的 所以就會被裁掉 其實也並不是說這個人工作真的是不行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今天是我劫後第一天上班 整個上海七婆路批發市場 人都沒有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老兴旺 冷冷清清 眼前的這條七婆街 六年前是一部難求 難求 不到二十坪租金 一年二十五萬到三十萬還要付轉量費 現在有很多空土都租不出去 大環境差 批發市場生意是越來越難做 望了一下幾條街 都是可以一眼望到頭 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河南北路天橋 連接著七婆路商圈 連覆 新七婆 新旺 盛和盛 淘浦 白馬等眾多商場 走在七婆路上 已沒有昔日的繁華與喧鬧 曾經的人山人海 外省市開來的進貨的大巴車 這種場面已不復存在 Hello 大家好 現在來這個新雲泰這邊 這邊呢 沒人 好少啊 看到沒 就這底下有幾個孩子 天哪 這真的是 好吃啊 這個地方真的好乾淨啊 感覺 這裡面最安靜啊 真的是沒啥人的 就這個裡面是小孩玩的 人還多一點 你看這個從上到下就幾個人經過 啊 上海樓市會不會像 當年小日本一樣啊 去年就是樓市的至高點 接下來30年都回不來 會不會 這個我們不敢講 但是去年的下跌 絕對是 元年 今年第二年 明年第三年 樓市正常的下跌 都需要三年時間 何況這樣的大環境 周期性可能不來的 可能不來了 一個新的時代 可能到來的 眼前想解決這問題 想讓樓市回暖 上漲 就要解決二房問題 現在二十五房的掛牌量 到底有多少 從各方面的數據來看 不會低於二萬套的 反正樓市想上漲 就要把二房先解決掉 這個問題不解決 樓市上漲的可能性 一點的沒有 而且新房 也會因為有大量的二房 根本就賣不動 所以上海樓市 今年絕對是個 死氣沉沉 沉寂的一年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 多家中國銀行紛紛下調了 消費貸款的利率 有的銀行甚至將年化利率 降至3%以下 並將貸款額度提升到了 100萬人民幣 目的是為了促進消費者貸款消費 進而刺激經濟增長 然而這一措施似乎 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 為了爭奪更多的市場份額 這些銀行採取了多種策略 包括發放優惠券 組織拼团等 以此來降低貸款的利率 同時還延長了貸款的期限 並提高了貸款的最大額度 降低利率 提高貸款額度 已成為他們推廣消費貸款的核心策略 根據龍山60數字科技研究院的數據監測 截至2023年11月 全國性銀行的線上消費貸款的最低實際 執行平均利率為3.41% 較之前下降了0.01個百分點 對比2022年11月的數據 當時的最低實際執行平均利率為4.20% 一年之內 平均利率下降了接近0.8個百分點 目前 很多銀行的消費貸款年利率 已經降至3.0% 其中一些城市商業銀行 和股份制銀行的年利率甚至低於3.0% 最低可達2.88% 同時 消費貸款的還款期限也有所延長 如上海某城商行的客戶經理 向媒體經濟觀察報透露 過去的純信用貸款期限僅為一年 而現在該銀行可以提供長達3年期限的貸款 採取的是先付利息後還本金的方式 特別是對於公務員 事業單位員工或大廠員工 他們基本上都可以享受到年利率低至2.98%的優惠 且該信用貸款產品無需任何抵押 最長可借3年 不提款則不計息 有貸款需求的客戶可以考慮 平安銀行最近推出了一款名為 白領新一代的產品 針對優想客戶 使用優惠券後年利率最低可達2.88% 貸款額度最高可達100萬元 這是一種純信用且無需抵押的貸款方式 隨借隨海 不使用則不計息 而對於普通客戶 年利率介於3.96%至9.72%之間 北京農商銀行的鳳凰一屆活動通過利率優惠券 可以將貸款利率降至2.98% 最高可貸款20萬元 北京銀行對首次貸款的客戶利率可低至2.98% 交通銀行推出的惠明代新客營欣喜 好運跟天津活動 受信額度最高80萬元 優惠利率最低可至3% 儘管利率優惠 整體來看 中國的消費信貸數據仍顯疲軟 一位銀行個人貸款中心的工作人員 向媒體和訊網分析指出 目前看來 確實存在用戶貸款意願不強的情況 當前客戶在借貸操作上普遍比較謹慎 以避免承擔過重的還款壓力 在當前經濟警示下 一關諮詢的高級顧問蘇小瑞指出 居民的收入增長面臨壓力 導致消費行為更加謹慎 這自然影響到了對消費貸款的需求 儘管銀行在爭奪消費貸款市場時 採取了一些措施 如提升申請的吸引力 但真正能夠激發市場活力的 依舊是改善就業形式和增強消費者信心 普通諮詢的首席金融分析士王彭博也提到 經營性貸款和房貸市場的低迷導致整體貸款規模的收縮 雖然消費貸款的價格占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市場 但消費的根本回升 還是需要宏觀經濟環境的改善 面對不斷下調的消費貸款利率和銀行的積極宣傳 許多公眾在網絡上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認為輕易貸款不是明智之舉 一些網友表示貸款難以償還 還有人抱怨儘管需要貸款去上學 但面臨的利率高達10%以上 反映出在緊要關頭真正需要資金的人往往難以借到錢 一位名為流浪的杜小兔的網民就表示 實際急需用錢的人往往貸不到款 而那些資金充裕的人卻享受低利率 貸款更易批准 這種現象讓大家感到不公平 銀行的解釋是這些人的信用評級不佳 市值差 因此貸款條件更苛刻 綜合來看 儘管中國銀行業試圖通過降低消費貸款利率 和提高貸款額度來刺激消費及經濟回覽 但這些措施似乎並未能顯著提高貸款需求 分析人士認為 消費者對於借貸持有謹慎態度 不願意承擔過重的還款負擔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 收入增長的壓力使得消費者更傾向於保守消費 從而減少了對消費貸款的需求 此外 雖然銀行通過降息來吸引消費者 但那些真正需要貸款的群體 卻因為信用或自治問題而難以享受低利率 這反映了市場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雖然銀行努力通過貸款優惠來刺激消費 但要從根本上促進消費貸款市場的復甦 還需要宏觀經濟的整體回暖和市場信心的增強 今天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話請點贊訂閱 我們將一如既往的為您提供真實的報導 陳列寬 師傅 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